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阳燕明 今年50岁 是一位家具制造商 他花了10年时间 花费了将近百万令吉 改良了一款神奇的灯 你看 就是他 那这盏小灯它能干嘛呢 告诉你 它呢不仅能够照明 而且可以释放让人放松解压的负离子 并且起到净化空气 抑制细菌的作用 只要打开这盏灯 就相当于在家里种了一片小树林 那么欧阳燕明为什么会想到改良这一款灯呢 12年前他来到了中国旅行 第一次接触到了负离子灯 当时欧阳燕明的岳父因为鼻动炎已经开了两次刀 不见好转 才用了这种灯之后 他的病情竟然慢慢的好了起来 于是欧阳燕明决定将这种灯引进改良 带到马来西亚 两年前这款灯正式上市 得到了当地顾客的欢迎